乌尔战争开打已超过半年 由于乌克兰的顽强抵抗 使俄军折损了不少兵力 根据美联社报道 俄国总统普廷25日宣布 将扩增军队规模 预计增兵13万7千人 该法令将在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 虽然克里姆林公曾说过 只有制约异军人才能参与军事行动 否认计划全民动员 但俄国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却指出 当局有意让更多人民投入战场 甚至以提供特赦为由 动员囚犯参与战争 前美国外交官卡拉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俄军有可能进行新一波兵力招募 借此要求更多俄罗斯人到前线作战 但问题是 这些新兵缺乏正规训练 上了战场也只会沦为炮灰 此外这些民众原本的身份 都是国家各行各业的劳工 要这些人上战场 不仅会使俄国劳动力更加紧缺 也会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 百姓对普廷的不满将会大大提升 8月初时 五角大厦预估已有多达8万名俄罗斯人 在前线丧命或受伤 而富比士则估算 自战争开大以来 俄国最昂贵的5大军事损失 包括莫斯科号 一流生运输机 萨拉托夫号 以及苏三世战机等 加起来已超过300亿台币 此外据富比士估算 从2月24至今 俄罗斯损失的装备高达1.2万件 价值超过5000亿台币 而这还不包括飞弹在内 不过即使俄罗斯经济 因为入侵乌克兰而付出惨痛代价 且一时国内民众苦不堪言 总统普廷似乎都已打定主意 在完成并吞乌克兰的目标前 没有收手的打算 记者黄信雅整理报道 并且解释一下 并且解释 Utah 森林丝 资县 并且解释